2017年12月,亚洲海市透明倡议发布卫星图片,显示南沙主币交得造的建设情况。亚洲海市透明倡议网页图片。 大陆官媒首次确认,中国今年在南海岛交新建设施占地29万平方米,包括地下储存序域、行政建筑和大型雷达等设施。 大陆媒体周六、23日报道,官媒周五、22日起刊登年中系列解读文章,其中提到中国在过去一年合理地扩大南海岛交面积以改善南海驻岛人员的生活及工作条件。 文章指新建设施是为满足各种民事需求,以便更好履行海上搜救、防灾减灾、气象观察、海洋科研、生态环境保护以及航行安全和渔业生产服务等国际责任及义务,此外一加强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 文章又提到,随着中国自行研制的亚洲最大脚西洼泥船在上月初下水,造岛神器的效用已有目共睹,而更多器械会陆续参与南海的填海工程,岛礁面积将会进一步扩展。 美国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亚洲海市透明倡议AMTI早前曾发布卫星照片,指中国持续在南海岛交新建军事建筑,中共外交部其后回应只是和平建设活动,认为是小题大做,别有用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